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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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 终于想通了 其实 你才是那个假扮面具人的最佳人选 你在说什么呀 凭你高超的技术 再加上我惊心的化妆 一定可以把那个使出黄金龙卷的人给引出来的 你别妄想了 我是不会帮你的 接下来我要再训练一下你的霸气 还有嚣张的对白 只要我们天衣无缝的配合一定会成功的 怎么操不掉啊 那当然了 为了在雨天也能照常假扮面具人 我用的可是防水的游信笔哦 一般的方法是擦不掉的 你给我滚 以为自己求情很好 就了不起吗 别以为你不帮我 我就不懂得自己去办 你放弃吧 我已经向他们说出了一切 现在所有的囚手都知道昨天晚上的面具人是你假扮的了 什么 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还要破坏我的计划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就算真的让你引出黄金龙卷那个人又能怎么样呢 就一定有把握加上那些面具人吗 你 还是算了吧 你错了 我曾经认识一个家伙 他因为意外而瘸了腿 医生也已经断定他不能再走路了 但是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坚持重新站了起来 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个家伙 但是却是他教会了我 游游手不是一向要不断坚持的运作吗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这小子 从认识他到现在都是嘻嘻哈哈的 还没见过他那么坚定的眼神 你这样做就像大海捞针 就算你假扮面具人 你的球还是骗不了人的 啊 球 来了 这位客人 您的热干面 快点 喂 你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 一大堆碗还没洗呢 等会就洗 快点了 还有等会儿 碗都快用完了 喂 老板 我的面呢 哦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 好嘻嘻 求求你一定要在线哪 谢天谢地 幸好你在 怎么了 遇到困难了 哪里 怎么会有困难难到我林亮呢 那样的话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那么我就先下线了 拜拜 拜拜 哎 别别 我确实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帮忙 是关于找黄金龙卷的 嗯 那你快说吧 我想知道 2A的悠悠求中 哪个是最厉害的 嗯 应该是风火轮了 风火轮 没错 风火轮是专门为2A比赛而设计的 他的力量 只是增加了推称成橡胶块 这不仅仅提高了回收的灵敏度 拟选现实的抓力 还充实具有条件全局的功能 真详细 那你快把风火轮的资料传给我吧 行 但是你要这些来干什么呢 三叶良语也跟你说不明白的 你就别问了 只要有了这个数据 我一定可以把这个黄金龙卷找出来 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这次比赛 虽然名义上是一次选拔赛 可是 我更希望大家能借着这次机会 互相切磋交流 好 好 好 这次的选拔赛 总共分为三个阶段 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从没有看到小杰 像今天这样开心的 真的长进了 小杰 你果然能令我失望 第一回合是比赛耐力 持续时间最长的十位 将可以进入下一回合的比赛 开始 不是比赛耐力 不是比赛耐力 往上过没有 都不是比赛耐力 太棒了 第二回合的比赛 主要是比试最为选手的精准度和平衡力 选手要走在平衡率上 边走边用A招式准确地进手 架上的小球才行 现在第二回合正式开始 好 经过前两回合的比试 终于决出了五名选手进入第三回合 这五名选手将会跟我一一对战 决出最终能跟我一组队 参加世界全能大赛的队员 不如就让我先来吧 让我看看自己的实力 离中国第一走多远的距离 这人是谁啊 师兄 什么 赢了个什么世界大赛的冠军 就回来耀武扬威的嘛 你这叫什么态度 你小子跑这里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小公 听说你得了个什么世界大赛的冠军 还挺威风的嘛 不 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啊 师兄 其实我只是 别叫我师兄 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我只是你的对手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比试一场 我只能将更 invasion 牛长 叔叔 你相信我吧 一定管路 那你去吧 别搞出乱子了 行 放心吧 小凯 回来了 那家伙干嘛去了 他说看到最近店里的生意不好 要去派传单宣传一下 老板 来了 他去派传单 快来看哪 给我看看 给我一下 请多多支持 老陈家热干面 快来看一看啦 老陈家热干面 大家过来看一看 看一看啦 什么 寻找风火轮大行动 送热干面 陈凯 来得真是时候和我一起派传单吧 看你是大头鬼呀 你这又是在搞什么冰糖啊 哎呀 你先别激动嘛 经过我仔细调查和精密分析 二爷之中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风火轮 也只有用这个球才能造出完美的黄金龙卷 你认为这么找下去真的有用吗 只要坚持下去 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 不跟你说了 我到别的地方去派传单了 快来看一看啦 老陈家热干面 喂 等等 老陈家热干面呢 大家过来看一看 看一看啦 只要坚持 哇 哥哥 太棒了 哥哥哥哥 这是什么球啊 他叫风火轮 我也要玩 你现在还不能驾驭他 等你用双子星练好了球技 哥哥再把风火轮给你吧 风火轮是RAA之中赞级最高的悠悠球 要求球手用很高的平衡力和协调性 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哥哥一样的厉害呢 只要坚持下去 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嗯 怎么了 中国第一悠悠球球手也会害怕吗 还是 嗯 你浪得虚名 只会欺负弱小的对手啊 岂有此理 太嚣张了吧 我今天非要教训你小的不可 好 老师 别激动 你 你别拦着我 小姐 师兄 其实这次我回来是想找你组队的 你还记得以前老师叫我们练球的时候 不要跟我提以前 在他的眼里 从来只有你一个徒弟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他一直都看不上眼 不过不要紧 这一次我回来就是要在所有人的面前证明 我才是最强的5A球手 好 师兄 你和老师之间肯定有误会 老师他 闭嘴 你一眼接招的 什么 小姐 我们是 为什么不足招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师兄 师兄 我不想和你争锋相对 定关系既是恶化 哼 荒命 你想你们要以为这样 我就不能逼你出手了 好 这是老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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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他是我的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老师 别忘了 我已经被他赶走了 老师 你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自己背清楚了 就算再来一次 照样还是你赶走的 那你就别怪我是客气 决定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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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可恶 這樣下去我輸定了 看來只好使出未招 這小子在幹嘛 好厲害 怎麼了小姐 要破他的招式 就一定要分別出哪一個球鞋是真的 看到了 去吧 冰棒 哼 很可以你打偏了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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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清楚了吧 中国第一游游球球手也不过如此 所以你们别以为赢了这一场选拔赛 可以到国际上参加比赛就能怎么怎么样 去了也是丢脸而已 这小子简直是在目中无人了吧 小杰 派了一下我的传单累死我了 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我回来了 怎么会呢明明是你们店里的人说只要提供悠悠球的线索 就可以免费吃一碗热干面的 就是啊我今天特地来向你们提供线索的 你不会想让我们就这样空手回去吧 可是我们店里没有搞这个活动啊 这回闯大祸了 我没有的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走 就是他 是他派传单给我们的 又是你 既然客人们都在帮我找悠悠球 那就请他们吃一碗热干面嘛 这也算是一种宣传 别那么小气嘛 不就一碗面吗 闭嘴 你这小子是不是想找夸我的面店呢 把你上楼去搞卫生 犯得着那么生气嘛 不就几碗热干面嘛 还能拖垮你的生意啊 为了找动黄金龙卷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糟了糟了糟了 这下完了 水都流进抽屉里了 这不是 你就是陈凯 你就是陈凯 面具人 没错 我是来向你挑战的 黄金龙卷 陈凯 你这个大骗子 灵灵 怎么你 派我找遍了整个武汉 原来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又一个面具人 黄金龙卷 是2A悠悠球的最高境界 那么为了中国球手的荣誉 我想你是不会建议跟我来比试一下的吗 我不会接受你挑战的 悠悠球的事 已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了 陈凯 下次再教训 陈凯 你给我站住 不接受挑战是吗 我会有办法逼你出手的 我们在 阳光灿烂一天出发 心中许下的承诺 大家一生也信守 蓝天之下的约定 天大地大隔不通的路 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 漫长路上感到孤独迷惑 请你相信我 抬头看看天空 深深呼吸 怀抱着信念 白的云 蓝的天 风雨过后会重现 不管分开多远 共鸣心声在耳边 白的云 蓝的天 梦想终于会实现 在同一天空下 纵合的平线 并肩向前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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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共鸣星星在耳边 蓝的天 在同一天空下 纵纳的平线 云间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